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我今天我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台筆電 那我們就從燈光開始下手 那因為我們要開箱筆電稍微大了一點 而且我要照亮我整個人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玩玩我的柔光傘 那我們今天拿一個比較小的 大概就是七十幾公分的柔光傘 然後把前面柔光布 就是前面那層白白的那層柔光布撕掉 直接用硬光 因為像是硬光直接打過來 OK完成我們就把柔光傘架起來 然後把前面東西全部都撕掉 就是一個空空的 OK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柔光傘架起來 那拍起來大概就像這樣子 就是有硬硬的光 又有點柔和的光 這就是這個柔光傘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的光是有點照到旁邊 那中間的頂光源剛好被這一支 因為就是快收的柔光傘 中間的雨傘在那邊擋住了 所以它不會有一個直接照到人的硬光 它是被旁邊這樣子反射出來的暗光 所以打出來的影子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有點神奇的感覺 就是要硬還是就是硬 但是就是有點硬又有點柔很神奇的感覺 拍起來也人就像這樣子 我覺得效果還蠻讚的 而且這柔光傘如果前面沒有夾任何東西 它就會這樣照出一個圓形 這樣看起來超帥的 就是一個有點像是spotlight 只有照到這個圈圈的範圍 效果真的是超讚 OK 我們快速加好我們的攝影機 今天用的是11mm的Irex鏡頭 加上無線圖傳NOGA手臂跟麥克風 接到外接的收音設備 我們就可以開始拍影片啦 OK 那我們的開箱就這樣拍完啦 那我們就直接拍到了 凌晨三點頭 超熱血 好啦 那我們的最終影片 就會放在影片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 日常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邊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playlist 請記得按個讚 按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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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公開